彩妆容最让姑娘们买不够的,一定是口红,你可能只有一瓶粉底,一支眉笔,一个腮红,甚至这些都没有,在99%的姑娘都应该至少有一支口红吧,许多彩妆大牌的口红,色号都是三位数标记的,光一个红色。 就可以分蓝调,橘条,还暗深浅分成大红,珠红等,有些是在里面添加金的颗粒,让纸干更为华丽,有的责主打假光,低调而沉稳,毫不夸张的说,你可以不化眉毛,不打眼影,只是一支口红,就美美的度过一天,不得不承认,涂口红和不涂口红的差别,真是不止一点点呢,比如大秘密, 烈烈红红的她,闭着眼也有满满的气场,一支口红,就让舒畅从美女队中脱颖而出电视剧和电影中,女明星们更是带火了一个又一个色号,心里色不用多说,能牵上鬼怪版人的玫瑰豆沙色秀制的C6品牌 甚至,对于消费者来讲,口红具有无可替代的拉前属性,当你买到了一支满意的粉笔叶,你的理性很可能,让你从此只珍重她一个,但不管你有了多少支口红,你仍然会一直不停的买买买, 为了抢独姑娘们的钱包,大牌口红甚至早就不再满足于女明星代言,而是纷纷找男流量来抢钱,问华晨语代言讲师来带,据说其代言的这款口红,刚上架,便分分钟卖断货, 美宝连则事情的陈伟琴,果然只要技术过关,分分钟拿下代言,洋洋代言娇兰,让一,向走低调奢华路线的娇兰,也开启了把瓶热搜,模式TFBOYS, 终有两支都加入了口红打战纯直男属性的现任本命刘浩兰,毕竟抱不走爱豆,可以抱走爱豆同款吗? 为了成为一个精致的女孩,你买下了数不清的某某色,但是,大概是猪精女孩上身,怎么涂都想出火现场,挑了一支欧美风价紫色口红,像化身成眉没有,一样结恶又神秘的女巫,结果涂得太后,拥有了两片上世纪电视剧女主标配的中毒色嘴唇,看着就像过期一的猪肝,或者吃了很多醬油没抹干净, 人本兴奋的心情,被冰冷的现实打回原样,甚至还燃起了滔天怒火,我是不是买到了假口红? 这就是因为你始终认不清现实,涂出来的妆效,可真和口红价格没太大关系,贵价口红得到的是更好的使用感,中意的颜色和心理满足 心理高超的化妆师,用30元一支的超评价口红,都能画出他杂志映照的妆效,这一点可千万别怀疑很多姑娘都觉得,口红是化妆中最容易的一个,往嘴上涂就是了吗? 但涂上,雨涂的好看,还真不是一回事,尤其是这两年开始流行有存在感的唇色,各种大红,土橘,辣椒红开始大行其道,连我们一向跟不上美妆潮流的纯直男化学家大叔,前几天都小心翼翼的问我,现在是不是特别流行大红嘴唇? 为什么我们研究所女的妖精女生毫无例外,那都是一张惨白的,眼下大红的嘴,如果说裸色掉的口红,即使用操汗子大发,等同于突如唇高,也能涂得八九不离十,那这些大红大粉的明亮色,可就需要你有过硬的上妆技巧了 不然你试试看,连一个炫滑整齐的唇边线,你都够乐不出来活生生,把tomboard,涂成爱丽小屋 今天,我们就来向专业化妆师偷学几个化明亮色口红的小技巧,以及如何用同一只口红,快速把一个自然范儿通勤唇妆,变身爱女王范儿的爬梯唇妆 选色很重要首先,选择一个适合自己肤色,自己也很喜欢的明亮色口红,我一份推荐的,依然是说过八百遍的黄皮最佳排档,橘色调的大红色,自然范儿通勤唇妆侧点,边界模糊,没有明显红色唇线,口红颜色由内而外越来越浅,但不需要唇妆,技巧一,打底很多同学都知道,想要让口红正常显色, 必须先打底,但我们通常都习惯用粉底或比较浅的肤色产品来遮盖原粉唇色,这样做有一个问题,容易让后续口红的显色过于领略,也就是底色太浅了,再加上口红本身就是明亮色,很容易最后出来的妆效过于明亮,甚至导致带云荧光感,神操作以我们换一种思路,涂明亮色口红之前,先在嘴唇上勃勃涂, 抹抹一层偏暗的棕色条肤色膏状产品来打底加遮盖原唇色,在叠加明亮色口红后,会得到一个更加自然的妆效,视频中,化妆师,使用的是一个比较透明的膏状多功能修容膏,虽然看起来颜色深,但最后的妆效非常自然, 如果你手边正好有这种妆感透明的棕色条修容膏或眼影膏,那是最好的,如果没有,也可以用一些棕色条的裸肤色口红来带气,比如几乎人手一只的大热色Mac Mocha技巧2,口红只涂抹在中央区域,只在上下嘴唇的中央位置涂抹至红色唇膏直接用口红涂抹即可, 然后,再用干净唇刷,向外延和两臂蕴染,涂开,这样可以打造有浅至深的色彩过度,并且越大唇线边缘越自然,最终与唇线融为一体,这也是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,最常有的涂口红方法,技巧3,模糊唇线神操作2最后,再用黏线,沾上刚才打底的棕色,细的深肤色修容膏或口红, 轻柔的沿着唇线与明亮色口红混合出嘴中唇线,这样出来的效果会更加自然,唇色不会与嘴唇边的皮肤有明显对比,女王范儿的爬梯唇妆下班后,立刻要去爬梯,妆容不出挑怎么行,别急,只是在通情妆的基础上,三步就变身爬梯妆,技巧1,明确唇线想增加气场,让唇线明确鲜明起来,是最有效的, 用自然通情唇妆中的打底技巧,棕色调的深肤色打底产品重新描绘,定义唇线边缘,神操作3考虑到很多姑娘日常通情,时是不会带羞容或打底产品的,化妆时脑洞大开,用了较浅颜色的眉笔来描绘唇线,听上去很不可思计, 但实际出来的妆效,完美到令人感动可见啊,只有技巧不足的小白,才会只一位追求器材和产品,有技术傍身的人,随便抓起一个彩妆品,都能以物多用递换个无瑕疵妆, Tip重新明确唇线时,不需要把唇线整个填满,而是主要将上唇唇峰,和下唇的最底端明确清晰即可,技巧二,填满口红用唇刷沾取,并涂抹足够亮的明亮色口红,与自然反而通情唇妆一样的颜色,并沿着嘴唇线填满整个嘴唇, Tip为了涂抹得更自然均匀,把唇刷尽量压低,以尽量与唇不平行的角度来涂抹上海,技巧三,再次勾勒唇线这是满唇唇妆最重要的一步,也是那些专业化妆师和试色博主们可以画出一个唇线清晰,完全不出圈的唇妆的秘诀,神操作四在涂完口红后,用着狭刷或小刷子,沾取和肤色一致的粉底或者狭膏, 黏着唇线外延勾勒一圈,遮盖唇线外延的瑕疵,好了,同一支口红,搞定办公室通勤和爬梯两个需求完全相反的场合,其实一点都不难对不对?